演员颜学金 29岁儿子林奥菲 自2019年6月 迎娶貌美女友徐梦迪之后 两人在老家举办隆重的婚礼 一众圈内好友受邀出席见证幸福时刻 婚后 小两口不设房随即开启造人大计 并于今年1月22日 大年初一 诞下一枚六金八两的宝贝儿子 取名林恩仔近身为三口之家 值得一提的是 新生儿向林人士时 医生检查发现生命体征数据有异常 故儿直接将小宝宝送入保温箱观察照顾 直到一周后才顺利回家 奶奶颜学金如是重负 洗上眉梢 大年初一出生的小恩仔 转瞬间已迎来满月宴 今日22上午 林奥菲晒出儿子满月里成长Vlog 曝光视频中 林奥菲借儿子的口吻 俏皮说道我满月了 并自我介绍称 姓名林恩仔 年龄30天 身高60厘米 体重4.5千克 是一个成长中的健康宝宝 相众 出生刚满月的小恩仔 四脚朝天躺在婴儿床上闭眼熟睡 见其身穿应有清华字样T恤 加着一本数学教材书 憨态可居 但若无关长相的话 小宝宝遗传林奥菲基因多一些 父子俩宛如丙音一般 视频中 林奥菲借着以儿子口吻 乃声乃气地说道 我的头号粉丝是妈妈 因为她给予了我生命 心情地补育我 只愿我健康成长 新手妈妈徐梦迪元宵节那天 曾晒出过一家团圆罩 产后状态上家 据林奥菲先前直播时透露 妻子徐梦迪在怀孕期间 运度反应十分强烈 尤其是分娩时 更是痛到将胃里的饭都吐了出来 感叹母爱的伟大 或许是眼间妻子怀孕生产太辛苦 林奥菲心疼徐梦迪表示 不打算追生二胎 但母亲言学金 则希望小两口再添一难难 如愿凑好字 小恩仔的二号粉丝 当然不让是爸爸林奥菲 因为我的爸爸 每天都给我拍照 记录下我的成长美好瞬间 翻看林奥菲的社交平台账号动态 发现她自从晋升幸福人妇之后 不时分享爱子的生活日常动态 以及父子写照花絮 妥妥地称职奶爸一枚 自觉肩上多了一份责任 小恩仔的三号粉丝 则是将其捧在手掌心的奶奶严学金 后者每天都想抱抱我 对宝贝大孙爱不释手 据悉 严学金为了奖励 儿媳妇徐孟迪身子有功 不仅斥重金为其买下一套房产 而且还安排儿媳产后 住进某高档月子中心 特意请来月嫂照顾 婆媳关系相当融洽 视频中小恩仔还隔空 向奶奶喊话早点回来哟 看来小宝宝满月宴当天 严学金并未参加宴会 事实上早在本月二月中旬 曾有不少泰国留学生爆料称 偶遇严学金的画面 同行的还有她的现任老公马东明 以及五岁小女儿 过完春节正在泰国度假旅游 那片段末尾出镜的是小恩仔的爷爷 及林奥菲的父亲 严学金的前夫林月 尽管严学金与林月这对昔日夫妻 早就分道扬镳 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但儿子林奥菲的血缘关系 是割舍不断的 听闻大孙子平安出生 林月不惜坐了一夜的车 只为来看我一眼 同样爱不释手 据资料显示 29岁林奥菲 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 严学金与刘老根大舞台老板林月 婚内所遇之子 父母离异后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毕业于中系表演课班的他 残短在入行影视圈 但反响平平 现如今跟着妈妈严学金 以及媳妇王孟迪 一同直播带货 赚的是盆满钵满 与前夫林月协议离婚后 严学金邂逅现任老公马东明 后者同样有过一段不完美的婚姻 婚内与有一女 经历过相同感情经历的严学金 与马东明重组家庭后 今年快六岁了 家庭关系稍显复杂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